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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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看下一份 毛主席让我们遵循清化边战斗的经验 今后继续采用口袋阵三面伏击的打法 来消灭敌人的有声力量 这就是我找你要说的问题 三面伏击的打法经过实践证明是可行的 我看没什么问题啊 三面伏击的打法当然没有问题 可问题是面对什么样的敌情 采取什么样的打法才是正确的呢 胖总 那你的意思是 现在胡宗南啊 是大兵团滚动前进 采取的是方形战术 如果我们还用三面伏击的打法怎么派兵固阵 用三面伏击的战术是不太好办啊 不过彭总 这可是主席提出来的办法 我们不能不执行啊 问题就在这儿啊 主席的意见就是决策性的意见 我们不好随意变动啊 我们并不是随意改变 而是提出我们的积极建议 你看啊 毛主席的这个意见 只是对青化边战斗的总结 只是一种打法 我们要是被一种打法捆住了手脚 那将来的账还怎么去打啊 胖总 那我们就应该尽快给主席回电 说明我们的情况嘛 主席呢 我就知道你也会这么讲 是啊 我们应该实实求是 把前线的情况如实地向主席汇报 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的 黄总 你说 我来进 笛子青化边战斗后异常谨慎 不走平川大道 专走小路爬高山 不禁房屋射营 多路速射营 不单独一路前进 而是数路并列 间隔很小 以致三面伏击也不可能 针对湖部的战术调整 我方应以主力 阴伏待机 应以小部队袭扰 在敌滚洞中推磨转圈 长时间消耗敌人 耐心等待敌弱点的暴露 剑兔放鹰 豫章发箭 循机俱见 这是个新版的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批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打法 你去哪儿啊 主席 你在和哪个讲话啊 我是在跟老鹏讲话 降在外 距离有所不受 老鹏对我提出的那个 三面伏击的作战要求有意见 不过他提的有道理啊 敌情变化了 我们当然要随之变化 一种打法前人是不行的 准备怎么回电 当然是实事求是吧 谁说的有道理 就按谁的办啊 彭习 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 你们避免作战是对的 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意 比如随作战 大家请坐 今天请诸位来 就是想听一听 实行方形战术以来 都取得了哪些成果 哪位先讲 获长官 我军近日实施的方形战术 虽然没有大的剑术 但是也没有遇到 共军主力的袭击 大军所到之处 只有游击队的零星骚扰 因此我认为 方形战术是可行的 也是实用的 肥得脱瘦 瘦得拖垮 不等共军来打 我们自己先把自己打败了 我仍然认为 要固守延安 盘龙等几个要点 静观共军的行动 已不变应万变 游军长 我现在要听的是方形战术 不是你的守株待兔 胡长官 我军现在已经推进了瓦耀普一带 没有发现共军的主力 不过现在部队十分疲劳 刚才我们几个还在议论 是让部队就地休整呢 还是继续前进 你们说 共军的主力现在在哪里 既然都打不上来 那就继续前进 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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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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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信 来 来 来 顾问点 没问题 大王 把想巧花那劲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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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培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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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听说老虎屁股摸不得 没想到老虎爪子也摸不得 别找 别找 营长和教组员来了 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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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虎 你小子又在这摆类台呢 独立营 没对手 我就不信 我这抡大刀的时候 比不上你这个拼刺刀的 来 比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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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问问啊 上 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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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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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还挺有蛮劲的 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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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了吗 不够级别 就凭你这句话 明天我就让你当班长 营长 我王老虎拼命行 当班长不行 我说大友啊 王老虎这人可真怪 他为啥不要你当班长 咱们这个营啊 怪事多着的 有唱名歌的 有不愿当官的 还有那个 认干儿子的 还有你这个 耍笔杆子的 还有 还有你这个 年轻的老革命 这半天咋没见谢护士呢 小橙子也没见啊 梁总 来 赵总员 哎 马俊勇 那个小橙子呢 和谢护士到山坡那边去了 用不用我去找他吗 不 不用了 县长 赵总员 你们洗洗吧 大勇啊 谢东霖的事 咱们还真得认真地考虑一下 不能让他老跟着不对 你说是不是 你这么快就把谢护士的功劳给忘了 没有他咱们能这么顺利地完成这次任务吗 是啊 我是亲眼目睹 可以说终生难忘 不过 我们也在大会上表扬过他 营业准备上报旅顾 给他寄功 可这话又说回来了 他虽然是立了功 可这危险心也太大了 我一想起当时那个情景啊 我这颗心 就 就差点从嗓子里蹦出来 你是没看见 对了 这不到半天的功夫 你说了不下一百遍了吧 这要真让谢护士走了 你能愿意 银长同志 我在和你谈正事 小谢的鸡蛋又没给我吃啊 可你这你可冤枉不了我 哎呀 这事我早就问清楚了 那鸡蛋 是谢护士先给小橙子的 然后小橙子才给了我 你很失落是吧 我 我失什么落呀 你这 好好好 好好好 我跟你说正事啊 你看 这个事这么办 有你出面了 和谢护士一起呢 到游击大队找李队长 不行 小谢要找的是李大爷和栓牛 不是李队长 我琢磨着 这李大爷和栓牛 八成已经让老乡给救走了 那李队长是本地人 他找起来肯定比我们容易啊 可这话 怎么跟你队长说 说 说你爸跟你儿子 都 都因为我们赢 你快去找找吧 你说这话说得出口吗 这话是说不出口 小橙子 等打完仗了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打完仗 为什么 因为 营长说打完仗了 就要带我去念学堂 去念学堂不好吗 不好 我才不想离开营长呢 可是我们总有一天 会不再打仗的 谢护士 上学堂 真的那么好玩啊 当然 营长说的 你不信吗 我相信 你怎么说 就不信了 尽随那边啊 尽期有些麻烦 傅作义配合胡宗男进攻得很凶 我的意见 你们不如先去晋察记 那得相对好一些 另外再尽随要见到恩来 让他早些回来 河东的事情 就交给建英和董老他们去办吧 好 主席啊 你就别操那么多心了 比如说就是再不好 也比陕北的条件好 你把自己的安全搞好 这比什么都重要 少奇同志 中央工委的工作很多 别把身子累垮了 说不定两三年以后 还有更重的担子 等着我们去挑了 主席 你自己呢 一定多保重 预备 大佐 走夜道千万小心 这近西北边山北是一样 都是山高沟深路险 没法子 胡宗南不让咱们白天走 只好当夜猫子吧 主席啊 我们又不是没出过门 你看 怎么今天 活泼妈妈起来了啊 啊 老总啊 此一别 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咱们会不见面呢 竹毛不分家 竹毛也不会分家 我竹得 我不管都得了 这心哪 和女士在一起的 好了 就此分手吧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主席的安全呢 我竹毛不分家 真摆得不明 啊 啊 我明白了 关键的时刻 会续裁的任何手段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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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嘉宾 来 快 上 他 公独裁 公钢 公园 公卡 公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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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跟你喬待个任务 任务 什么任务 三个人去旅部 只取回来两个 你明白我意思啊 我 你别我我了 这个任务你能完成 而且你必须完成 小师爷 蔡老爷 干吗要让我去领库啊 银长让你和卫生员 去领药品和风袋 那你们两个人怎么鬼鬼祟祟的 是这样的 我这有一个事情 想请你帮忙 我这写了一篇文章 一个老汉的战争 我想发到新华广播电台和解放日报 你帮我看看 合适不合适 太好了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也想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就是害怕将来发表或者是播出的话 李队长看到了 会不会太突然了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这个我倒是没想到 那这样吧 等找到李大爷和栓牛再发表吧 我这儿有照片 如果能跟文章一起发表的话 也许能更快地找到李大爷 好 教导员 营里能不能让谢护士给大家讲讲课 讲课 讲什么课 有关护理和鸡恶科呀 凑什么热闹 小谢 你去了旅部 就安心在那儿帮我改完证 药品和绷带 我让卫生员给带回来就行了 什么意思啊 卫生员 到 军长 你跟那个教导员处 可别那么多废话 赶快出发 是 报告 旅长 汪承德 你这个总部的参谋 来得可真及时啊 帮我琢磨琢磨 旅长 你怎么一个人下九子棋啊 我在研究敌人的这个新的战术 胡宗男用九个旅 前后呼应 左右平行地滚动推进 你打他的中间 他的两翼会包抄你 你要是打他的一翼呢 他的中间也会迅速地起变化 来攻击我们的两翼 这个阵法 还真没见过 不过看上去挺笨的 昨天去总部开会 彭总 讲了敌人的这个新的战法 要求大家 多动动脑子 想想办法 旅长 你看 这个大兵团行军 保持这样的阵型 肯定会失去他的速度 咱们可以利用自己激动灵活的特点 对他进行骚扰 步步禅食 你说的 你说的 你说的是毛鲁鸡 游击战术的基本战法 可现在我们是大兵团作战 需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是的 林党碎销是不行的 搞到都是皮外伤 过几天他自己就长好了 不过我认为 这个战术有他的弱点 我正在找他的弱点呢 旅长 你看 这九个铝当中 最弱的一个铝 应该是中间这个铝 为什么 一般情况下 最安全的地方 也是防守最松懈的地方 有道理 只要敌人的防守封陷 咱们就有机可敲 中间的这个铝 是胡宗南的135铝 听彭总说 他可能是敌人的祖域背队 如果我们把他引出来 然后包围 然后派出部队 拦截两翼的增援 协力远 就这么一点 先生 就这还是旅长可以照顾你们的 人家一个团也不过支 只有这么多 这还叫多 同志 能不能给我们一些白布啊 你也是独立营的 目前就算是吧 独立营怎么会有女为生员呢 你这个同志怎么说话的 独立营为什么不能有女同志啊 你 你帮忙忙吧 里长 有一篇文章 想请你把把关 一个老汉的战争 对 就是在清华边战斗中 把敌人引开的那个老大爷 把关不敢 我一定超空好好拜读 谢谢旅长 不过 还有件事情 想请旅长帮忙 什么事 我们营 有个女同志 什么女同志 就是和那位老大爷 一起出现在我们营 镇地前的那个女同志 她原来在延安的交际处工作 现在的身份是护士 打完清华边之后 她就一直在舞 你们怎么不扫报告 这次解救保卫院的战斗中 她为抢救孩子立了大功 她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谢芳凌吧 对 就是谢芳凌 她人在哪 小谢同志 我代表李当伟 感谢你在这次战斗中的出色表现 同时 会尽快把你的事迹 通知总部医院为你庆功 旅长 我不需要庆功 我是想 您能不能给独立营披点粗白布 回去了以后 裁成布条洗干净了 当纱不用 当然可以 小谢啊 你寻找李大爷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 野战部队 是不能有女同志的 何况独立营 是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 带着女同志更不方便 我明白 焦导员 这就是你跟周营长 必须要让我来旅部的目的吧 小谢同志 我们是为你好 为我好吗 旅长才是真的为我好 你能理解就好 我明天就安排人送你去监视关 旅长 我能不能留在独立营啊 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 至于你说的粗白布 我会尽快批给独立营 不要 王司令人来了 汪承德 你留一下 是 张参谋 带小谢同志去休息 是 王司令啊 王司令人好 你好 你是 是 我叫谢方玲 我听周副主席曾经说过您 他说您打仗的时候非常勇敢 搞生产也是一把好手 你认识周副主席 我曾在交际处工作过 跟随周副主席在庭战协调处 做过翻译工作 行云啊 你们旅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啊 他没说过认识周副主席 小谢同志 是独立营送来交给旅部的 在这次解救保医院的战斗中 他可是立了大功了 哦 那位举着红十字旗的女同志 就是你 行云啊 你们里可出了一位金国英雄啊 司令员 我听周副主席说 您打仗的时候总是骑着一匹大白马 会捂着大刀冲在最前面 那都是老黄历了 不过要是有机会啊 我还会骑马抡刀过把引泪 司令员我有个请求 哦 说吧 我想暂时留在独立营和他们一起找李大爷 李大爷 就是在清华边战斗中 引开敌人的那位老人 哦 这么说 你就是和那位老人家在一起的女同志 嗯 李大爷是为了护送我才至今下落不明的 所以司令员 我希望你能批准我的请求 陈旅长 你的意见呢 司令员 我十六岁在高级护校学习的时候 我们老师第一堂课讲的就是南丁格尔的故事 嗯 我听白秋恩大夫说过 好像是一位英国的伟大的女性 战场救护就是她首先创造的 对 英国的女性可以上战场 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我们战地医院也有很多的女同志嘛 是啊 所以我只是暂时留在独立营 只要找到了李大爷 我立刻就离开 你现在可是我们纵队的女英雄啊 不过你这个请求嘛 司令员 独立营的王娇导员也在这儿 王承德 到 司令员 王承德 你是独立营的主官 你先表个态 报告司令员 小谢同志 确实在保育院转营的战斗中立了大功 同时也为我们营的伤员做了许多护理工作 但女同志在我们独立营不太方便 司令员 我看这样吧 先暂时让小谢同志在独立营 等找到李大爷以后再做安排 你看怎么样 好吧 这 谢谢司令员 彭总大夫 在 黄总 彭总 王胡子 你坐坐坐 来 皇上 你无事不登三宝殿 今天你到我这儿来 肯定是有什么急事吧 方总 对付胡宗南的方形战术 陈兴允和王承德想出了个点子 你说说看 你来看 他们认为敌一三五吕处于敌人防守的中心地带 因此呢 防守意识也就最松懈 如果我们能有效地把敌人的两翼掉开 使其中间部分突现出来 我们就有可能以数百余敌人的兵力 吃掉一三五吕 这位陈兴允和王承德还真动了脑筋了 是啊 这个王承德在你身边当了两年参谋 考虑战术战法深受你的影响 王胡子 你呀 你就透着乐吧 要不是他坚决下部队我还真舍不得给你 这我信 王胡子 我也初步想了一个作战方案 跟陈兴米他们不谋而合 你来看 王司令员真是这么说的 你要不信 可以去问陈旅长 那你没说是我们赢人解决不了 才请求上级解决的吗 我当然说了 陈旅长都已经下达命令 明天派人送他去沿水关 可偏偏这个时候 王司令员来了 王司令员认识他 不认识 那王司令员怎么会替他说话呢 他一上来就和王司令员拿关系 说什么周副主席夸王司令员 骑白马 抡大刀 又生产又打仗 就这么三拿两不拉的 你等等等等 我怎么越听越乱了 周副主席夸王司令员 那跟他有啥关系呢 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周副主席夸王司令员 和谁说啊 谢方林啊 周副主席凭啥跟他说话 那你去问周副主席去 那你的意思是 谢方林他认识周副主席 何止认识 他还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过 真的 这就怪了 这么光彩的事 咋就没听他提过呢 你以为人家像你啊 做点小事 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 不对 这里边一定有鬼 有鬼 傻鬼啊 有傻鬼你心里自己明白 我看啊 你心里才有鬼呢 你到哪儿去啊 我到伊林参加支部会去 那谢护士的事咋办呢 你看着办吧 你是教导员这事归你管的 我心里有鬼 管不了 教导员 王成德 营长 教导员他走了呢 他还没吃饭呢 给他饭吃 以后咱们赢的伙食没他的份 咋了 教导员又调走 完全有这种可能 这才来几天呢 王成德 到 到下边连队 不许乱说啊 营长 这事已经几回了 你放心 我这张嘴沿着呢 营长 你别生气了 鸭子 妈妈 开了 邹竟 类似愛 咱们 大叔 太少了 老孙老 又想儿子呢 人闲心不闲 咱能不想吗 大叔 您儿子多大了 十九岁来也是个大小伙子了 那个头嘛应该和周营长差不多啊 是吧 哪能跟营长差不多来也就那么大一点 你个岁瓜吧 就是嘛 胡说个事 他说的没错 不过那是十九年前的事了 十九年前 这么说您十九年都没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把孙头的媳妇生了儿子跟别人跑了 那这么多年了您没去找找啊 咋个找呢 现在一直在打仗 打完小日本又要打老奖 等打完老奖天下太平了 再找也不完嘛 战争一定会结束的 大王 没想到你星天游唱得这么好听 我跟你说的吧 我们沙北的那星天游啊 那就不能在行里唱 那要在行里唱啊 非把人憋死不行 我第一次听你唱星天游啊 还是在山上呢 那我是为了吸引敌的 我也见过一个唱星天游的歌王 他好像是姓韩 韩石川 对好像就是这个名字 那是我师父 他女子小花 那是我对象啊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他们都知道 全阳的人啊 全部都知道 不信你问 知道是知道 那可就没见过嘛 我见过 你见过小花 他现在咋样了 我俩两年都没见了 他挺好的 不过 不过什么你快说嘛 把人急死了 不过他挺可怜的 他爹被飞机炸死了 可师父被飞机炸死了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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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法遮蔽是有所谓的 啊 没过二手 看你那个熊样 一起把泪一把 像条汉子 是 不是你爹 你当然不哭了 行了 也不是你爹 那是小花儿的爹 小花儿的爹是我师父 就是我爹吧 这 我还头一次看你发这么大火来 小花儿现在就剩一个人了 不知道他有多难过呢 炸死你师父的 是国民党蒋介石的飞机 你要是有劲你 你朝敌人身上驶去啊 冲锋打仗的时候 你向人家王老虎 拼命往前冲 那才能为你师父报仇 我打仗是脑肿吗 我没往前冲吗 行了 天母弟弟你 你到底啥事说 我想去看小花儿 我不放心的 我想看看她 我就算远远地看上她一眼 我知道她好好的 我这心里也就踏实了吧 不行 咱们是机动部队 说不定随时有任务要出发 再说了 你知道她人在哪儿 小花儿在游击队了 你咋知道她在游击队呢 谢护士说的 谢护士说 在游击队看见小花儿了 又是这谢护士 这谢护士给我咱们独立营 倒的乱还不够啊 还要把你们都带上 谢护士女中豪杰 肯定不会骗我的 女中豪杰 你去去去去去去 你们这些破事 找教导员说去别找我 去去去去 女中豪杰 女中豪杰 那也是我们独立营的光荣啊 你从这儿请问你有找谁啊 你们李队长在吗 对 我去叫他 不用了 我们自己进去吧 教导员 教导员 你说哈 我一会儿真要见到巧花儿了 我第一句话该跟他咋说了 李大王 害羞了 不管怎么说 不许哭 男子汉大丈夫 你这一哭啊 巧花儿怎么办 我知道 我就是说吧 我刚当兵的时候 那跟巧花儿有个约定啊 约定 什么约定啊 我 反正现在不太好说 但是我 不好说不好说就别说 走 教导员 教导员 你们每个人家里 咱都拿出多少钱 李队长 黄教导员 你好 你好 在开会啊 开完了 咱俩啊 你们先下去安排一下 有什么情况 及时向我报告 黄教导员 你坐 黄教导员 找我有事啊 我想问一下 你们邮局队有没有一个 叫韩巧花的李同志 有啊 你们找他有事 这位是李大王同志 韩巧花的对象 难怪了 巧花老向我打听二众的事情 原来是这样 李队长 我俩都两年末见过面了 听说巧花的父亲 被敌人的飞机炸死了 是啊 就为这事 巧花是坚决要求到游击队来 李队长 那巧花现在在什么地方 不巧得很 他被借到野战医院去了 野战医院你这远吗 哦 有五六十里路吧 就是住得很分散 那教导员 你说啥话回去再说 先到外面等我吧 快去啊 哦 李队长 还有件事 你认识一个叫谢方林的李同志吗 认识啊 他是被运送弹药的马车 拉到我那儿的 当时正在生病 后来 我爸送他到盐水关过黄河了 对了 你还在延安城外救过他呢 哦 对 对对对 你要打听他的消息啊 得等我爸回来 哦 那谢谢你了 不打搅了 好 再见 再见 张连忠 韩护理 啥事 是 院部通知 你可以出院了 我我还没好利索呢 张连忠 你小子带到医院里 是不是怕上战场打仗啊 我怕打仗 你开什么玩笑 韩护理 你啊 千万别听这小子瞎胡说 我告诉你 我参加的战斗多了 多少次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这次之所以受伤 是因为敌人一个团 哎 我们才一个连 那场面子弹像马峰一样搜搜的 而且装备都比我们好 要不然我才不会受伤了 你你是二纵的吧 啊 二纵独立营的 独立营 啊 那 那给你打听个人行吗 我们二纵上万人呢 你说吧 打听谁 是个会唱杏天游的 哦 是不是叫个李大旺 对对对对 就是他 你 你认识啊 谁不认识李大旺啊 嗯 这个李大旺 他除了会唱几个酸曲 还是有名的胆小鬼 嗯 是冲锋跑在最后面 吃饭冲在最前面 嗯 动不动 还爱流几滴眼泪 是啊 你 你说的是个大旺 山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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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是冲锋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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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哄不过山淡淡 天的笑那个默默默 哎呀呀呀 哎呀呀 哎呀呀 山北的土耀光 无辜里那个笑不过 哎呀呀 哎呀 哎呀呀呀呀呀 哎呀呀呀呀呀 海海誓言